各位朋友 大家好 意外大家都不想 但是有个工程事件 我们怎样认识 我试图看网上流传的视频 可以怎样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记录 当然有争议就是不要传这些视频 但是如果我看不到这些片的话 我就做不到这个分析 作为一个业余的事件分析 如果没有这些网络流传的片的话 我看不到就分析不了 那我就试图 就是慢慢看那些片 就是放慢镜 放慢镜 逐格逐格看 我们就看清楚 究竟那个所谓叫做 Result Display Unit VDU 那个显示屏幕 究竟是怎样跌下来的 但是大家知道 基本的资料就是说屏幕是重600千克 600千克 0.6公噸 600千克 那么就两条 纲纱,通常是纲纲 我还记得纲纲 这样 试一试触看 逐个慢镜 我们看一下 我给大家解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张 这张是 最接近 开始 發生事的畫面 正中間那張平衡四邊形 就是塌下來那張 要留意的畫面 就是留意那張 如果你看到塌發生事 兩條鋼索吊著 基本上是拉直的 很清楚 拉直的 就是怎樣出事 開始一格一格慢慢看 接著這張 看到第二張給大家看 接著這張給剛才那張 就已經是看到左手邊 那條藍索已經有一些問題 就是時間關係 就是剛剛開始 你就會看到左手邊那條索 鬆鬆地 不是拉直的 就是說那個鋼藍斷 就是在那裏斷 斷的位置在那裏 但是是不是那條鋼藍斷 大家知道當然不是 接著第三張給大家看 OK 你就看到那個屏幕 就跌下來了 那個屏幕 是跌下來 但是跌下來是怎樣跌呢 它不是兩條鋼藍鬆 就是剛才說的左手邊那條 鮮鬆 左手邊那條 右手邊那條是吊著的 沒有絲 所以 你就看到那個畫面傾斜 它不是就這樣 很多人說用這個墮下 屏幕墮下擊傷 是一條鋼藍斷了 於是乎 條條墨 於是乎 現在屏幕的狀況 是一條鋼藍斷了 是一條鋼藍斷了 另一條鋼藍斷了 於是乎 那邊的狀況 這個屏幕 那個運動 不是一個自然下座 而是旋轉 Rotation 它是扭著的 扭著 即是一邊跌 一邊吊著 於是乎 吊著的力 就形成一個支點 就造成這個屏幕 一個旋轉運動 不是自然墮下 萬有引力的引力自然墮下 而是造成一個Votation 這樣 我們看第四章 OK 進一步 進一步 你看著那條鋼藍 剛才是鬆鬆的 現在是拉拉直 即是扭著 即是左手邊那條鋼藍 是扭斷它 扭掉它 你看著那條藍蟲還在 扭著的 OK 但是整個屏幕的旋轉 就在這裏出現 如果當時人 當時人 還知道的話 他不走去 受撞擊的位置 其實就撞不到他 你看到阿摩 那個就是半季室那個 他走過去 走過去受擊的位置 因為他沒有編排 也沒有那麼快 反應 留意到 上面 已經有鬆鐵 掉下來 當然看不到 這個狀況 第五章 OK 所以很清楚的阿摩 就走步走過去 但是那個屏幕 那個屏幕 你就看到 另外那條鋼藍 是吊緊的 右手邊那條 而是 左手邊那條 剛才還登直 現在一下一搓 就鬆脫了 那條鋼藍是飄下來的 OK 所以 如果那條鋼藍是自然下座的話 你看到那個屏幕是沒有自然下座的 它是 Votational motion 是一個旋轉運動 另外那條鋼藍是 吊緊它 旋轉運動而沒有 掉下來的 OK 第六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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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